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在教學上的知識 最近我們在做的鋼琴技巧訓練課程 以及我們的鋼琴導師訓練課程 我們也收到很多學生和查詢 都關於我們的課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技巧上的知識 其實身為學生或老師 技巧是一個很基本的知識 讓你自己彈奏或教學都可以 有甚麼技巧要留意 我們之前也提及過一些 例如坐姿、身體的搬力和動作 第一件事很重要是留意身體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彈奏 即是很多時候都會專注於手指的動作 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是 因為其實最基本的 是整個身體的運用 所以 由大肌肉開始 大的動作 就像我本書片中所說的 就是大肌肉的動作 就是大肌肉的動作 由大肌肉的動作 由大肌肉的動作 去看小肌肉的動作 所以 即使你練習技巧的動作 也好 或者是坊間的動作 也好 很多時候 即使練習很多時候都做不到 是因為 其實身體很關鍵 即是譬如我們彈的時候 譬如我們在做 然後 最後就是五個手指的exercise 留意一下自己是否很緊 因為第一件事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到的是 肩膀 手臂 即是我們會 按住 這個部分 尤其是我們手臂 這是上手臂 這是upper arm 這是前手臂 其實前手臂 我們應該可以做到 其實整個手臂都是 可以做到一個rotation 轉動的動作 就算我們不是說 這麼技術的動作 我們要留意的是 我們彈的時候 有舞 不斷按住它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 是可以動的 因為 如果 很大 就算不太大 它是 軟的 按住 其實很快 你彈一下就會累 而且你控制不到 節奏 為什麼 有人問我 怎樣才可以彈得久 都不累 其實 好像你去做運動 打球 其實 你都要休息 中間怎樣可以是 持續地彈得久 都不太累 其實你有緊張 放鬆的時間 即是說 我們在彈東西 就算 其實彈下去 那一下 是緊張一點 因為你要用力 還要拋下去 但當我們 其實 放音 其實一定是放鬆 就算放著音 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鬆的 你可以自己留意 在翼岸的鬆 由一個音開始 如果小朋友 比較矮一點的腳 碰不到地 用一個 鞋子 給他 矮膽 踩著 他們感覺 其實不會跌 因為 很大力 按著那個鍵 就會習慣了 其實習慣了的話 就很難改 所以 為什麼 開頭 其實都很重要 是留意一些 比較基本的技巧 因為之後 它改了很難 所以 為什麼很多人 就算 說 彈得比較高級 就算去到 Grade A 或者Diploma 這裡有很多 一些技巧上 為什麼 打擊都是有些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 那麼多年 沒什麼留意 那個 彈的方法 彈的技巧 比較專注的是 彈好些歌 彈上去 然後預備考試 之類 那個技巧 為什麼去彈 就很發亮 當然 另外一樣 是音樂上的 了解 也是 令到 Sight Reading 或者音樂上 做出來的表達 沒那麼好 所以 留意的第一件 就是 有沒有整個好感 留意一下 某些時間 要放鬆 例如我沒有做音 是放鬆的 Eventually 其實是 放著音 我是不是 比較放鬆的 不是不停 按很大 就是輕力一點 放著音 這個就是 第一步 可以去留意 以及 心理去動 什麼時候可以放鬆 除了放音 還有 Rest 其實是 留意放鬆 在那些地方 才從那裡開始 慢慢 才做一些 其他 例如 我們的 技巧 練習 有些部分 例如 scale 什麼 彈 其實 有些 Round 其實這些 都是 apply 在你的歌 你練技巧 其實是 你要練的技巧 是有用 apply 例如 好像 deary 可能學了樂 你考完事 都不知道 學了什麼 其實我以前也是這樣 後來 清明怪音 原來你要應用在你的彈奏 去了解音樂 技巧 如果只是彈這些技巧 練習 都是這樣 彈了很多次 不知道 其實這裡學了什麼 學了一些東西 會將它運用 你本身彈到你的歌 那個是最重要的 應用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課程 其實很著重應用 會有一點點 會怎樣去 apply 留意自己彈的歌 譬如 那些歌裡面的 element 你沒有做過這些 這就是很重要的應用 還有 大家有什麼問題 是關於我們的課程 或者有些 網絡討論 網絡討論 也可以直接 在 我們 因為現在 都是 比較 考試的季節 我也會幫助學生 預備 考試 還有一些 普遍的 職業討論 當然我們還是繼續 去做我們的課程 如果 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想補任何的課程 就直接 電郵我們 寫這個 曲 是 October 2019 就是 OCT 2019 我們會給你一個 更多的折扣 上來的課程 很感謝收看這個影片 我希望 幫到大家 在教學 彈奏上的 一些 解決問題 下次再講多一些 關於 教學或彈奏上的問題 下次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